今天我们来学习另外一个YouTube的视频关键词工具 VDUQ YouTube的营销涉及到许多的环节和细节的处理 比方说立即产品 选择关键词的研究 标签 标题 描述缩裂图的处理等等各种设置 那在这些细节上面呢 需要我们花费时间也蛮多的 因此呢 事实上上出现了各种的YouTube营销的辅助工具 用于节省大家的时间和加快效率 那上一节的话 我们讲了2Body这个工具 今天我们来讲一下另外一个插件 叫做VDUQ 它跟2Body有一些相似之处啊 都是帮助我们去选择关键词 以及Text标签等等 这样辅助营销的一些功能 那VDUQ呢 它是YouTube官方认证的 可以直接嵌入的浏览器 使用非常方便 那这个工具它主要的功能 包括各种优化建议和检查清单 标签的查询建议以及快速添加 追踪关键词的排名 分析竞争者的视频 批量的增加 修改视频的注解和片尾画面 以及制作缩略图 那了解了VDUQ这个工具的功能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具体怎么来安装这个插件呢 首先我们打开谷歌浏览器 然后右上角这个有一个三个点点打开啊 查找到更多工具 然后里面有一个扩展程序 点击打开 打开之后 然后在扩展程序这边 点开有一个左下角 打开谷歌网向应用店 那这个就是谷歌的一个线上商店了 我们在这个搜索框里面输入VDUQ 那这第一个呢 VDUQ Vision for YouTube呢 就是我们要添加的插件了 我们添加至谷歌 然后他会询问我们是否要添加 添加 然后这个时候呢 你会看到就正在下载这个插件了 添加成功之后 我们发现右上角呢 会多出来一个IQ的这个小插件标呢 这个就是VDQ 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个插件了 在使用前呢 我们需要注意的话 就是你打开这个插件标 它会让我们去登录 我们在这里需要自己先申请一个账号 点击这个去重新申请一个免费账号 注册之后呢 这里有一个界面 询问我们是哪种类型 那有品牌商 还有代理商 还有些内容制造者 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一个 如果你不想填也没关系 直接跳过就可以 然后这里会让我们选择 你自己感兴趣的一些内容 那我们自己来选一个 现在就可以使用VDQ了 重新返回YouTube的界面 在搜索框里面可以搜索一个我们感兴趣的内容 比方说帐篷 我们打开之后呢 你看右边呢就直接出来了关于VDQ它这个插件所统计出来的关于这个类目的一些情况 有些数据可以看一下 Tent它这个关键词的最干的视频浏览量呢 是692万 平均的浏览次数是185万 平均的订阅人数是228 近7天内新增的是0 平均的年龄是50岁 这个词呢在title里面 标题里面和描述里面被应用的这个频率还是蛮高的 还有包括这个关键词的一个竞争的情况 评分 第一个是关于它的一个搜索量 第二个是关于它的一个竞争程度 还是蛮高的 那下面呢这几个是排名前次的关键词情况 你也可以在这里可以查询更多的一个情况 那我们可以点击开一个具体的视频 在具体的视频旁边呢 可以看到这个视频相关的更加详细的数据 包括这个视频它总共的观看次数 62.4万次 然后评论数116 点赞数呢是3641 还有它在整个社交媒体上的一个分享次数 另外就是关于这个频道的一个数据 TagXJir这个频道啊 它总共的一个观看呢有700多万 然后订阅者有3.26万 还有总共有34个视频 那关于这个视频它的关键词和一些TagX标签呢 是怎么设置呢 这里有详细的数据 我们也可以再点一下这个每个标签 它的一个排名情况 我们看怎么就显示出来 Bagstance2018年最好的一个帐篷 它是排在第一 包括Tent这个词都是Tent都是排在第二 CampingTent排在第一 我们会看到它的这个排名 很多核心的关键词都是排在前一两名的位置 说明它这个视频做的内容 包括它的TagX标签优化都是做得非常好的 但这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关于视频的趋势 我们可以点击一看 像这些内容呢基本上就属于收费版的了 这里有关于它的一个价格 每月是49美金的一个 还有这个关于每个月10美金 它的一些功能和权限不太一样 当然你也可以使用基础版的 是免费的 除了这些功能之外 我们自己在上传视频的过程中呢 VDIC也可以帮我们去有一些辅助的帮助 我们来可以看一下 我们打开YouTube之后呢 来制作一个视频 点击上传视频 我们来选择我们要上传的文件 上传视频的界面呢 我会发现 因为我自己装了Tubotty和VDIC两个插件 这里面都会有他们的一个影子 这里面主要用一些什么呢 就是我们在做这个标题 还有说明标签的过程中呢 可以用这两个公主来帮助我们辅助一下 比方说在标签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在VDIC这里面有一个关键词筛查 那这里就有一些相关的建议了 包括排名前几的一个关键词和Tax标签 你去怎么设置呢 那我们直接参考这个排在前面的这几个就可以了 另外呢还有一些辅助翻译的一个功能 如果说你想翻译中不同的语言 那这里面都可以去尝试一下 原语言还有就是选择目标语言翻译就可以了 好了好的工具呢 可以是版功倍 也能够大大的提高我们的效率和节约时间 在我们做YouTube的营销过程中 这个VDIC工具 希望你不要错过 大家都可以去尝试一下 免费版的收费版 那根据你自己的需求去决定就好了 这期的课程就到此结束 再见